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創用CC的素材 你可以從我們右手邊課程點進去 點進去裡面我已經有做很多的分類 你可以找有關於圖布的部分 也可以找有聲音的部分 音訊的或影片都有 最重要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什麼是創用CC 那你點進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先找台灣的官方網站 它裡面有懶人包 我們一般的創用CC主要有這四個組字去組成 就是授權方法 授權方法 所以你一般會看到下面它會有像這樣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種 因為你只要做性能標示就好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標示了出自哪裡之後 你可以做什麼 可以重置可以散步 而且可以修改著作 包括商業信用品 對不對 你要怎麼改都沒關係 只要標示一下 這個圖是來自哪裡就好 那如果呢 你往右手邊這一種 它有個不能賺錢的 有沒有 表示說你不能用在商業用品 可是其他的包括你可以修改 那些都OK 就是不能用在商業用品 所以圖是越多 表示它限制越多 好 限制越多 那一般來講呢 除了這裡以外呢 你也可以 你就可以去用搜尋的方式去找 好去找 那我們這裡呢 有幾個 是屬於就是 這邊 素材的 找給各位看一下 那除了剛剛的創用CC以外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 你連標示都不用 你在這裡 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叫創用CC授權 另外還有一個叫公眾領域 公眾領域授權 這個更方便 只要是人 就會覺得 不是人 你可以不要拿 它有兩種 一個是CC0 有沒有 CC0 另外一個叫做公眾領域標章 那這兩個呢 就好像我們一般什麼 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 因為那些人都已經很久遠了 所以 它已經是屬於人類共同市場 所以 你會發現說 很多古典音樂 它是沒有版權 所以大家都可以吹啊 可以就是演奏 但是 演奏的人 有演奏的那個版權 演奏版權 那另外一個就是CC0 也就是說 他放棄了 他自己的著作權 我雖然還沒到達那個年紀 就那個時間 但是呢 我就直接放棄 我自己 我不需要你標註 你就拿去用就好 所以這兩個 你可以找 那我們這裡面呢 有那個 收訊 你是專門在找什麼 這個的部分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 有收訊 你專門在找這一塊 所以你利用這種收訊 去找 那你就可以 在上面這裡有沒有 可以下去 它主要來自這幾網站 那你從這裡面找的 比如說你找 這樣 那這些圖 就沒有 所謂的版權問題 你直接拿去用就好 那你了解了嗎 那當然啦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比如說你看看 我們從這邊進來 這邊 這裡還有其他的那個 收據引擎的 另外呢 如果你要找像樣的 比如說這裡有那個 像樣的圖附 像這裡一個啦 點進去 好 他都有幫你做好分分別類 只是一般來講 這 這些所謂的 免費的多數 都是英文的比較多 所以你要打中文 比較少一點點 你看他有幫你做分分別類 比如說你給他做簡報的背景 你就找看看 你想要哪一種的 如果不知道哪一種 你就先點進去 看哪一個喜歡 那原則上這種的就是 屬負貝的 這種都是免費的 有沒有 這些都免費的 所以你可以點一個 你喜歡的 點下去 小時候你喜歡這種的 比較科技感的 好 那就直接 free download 有看到了齁 這樣比較好 那如果你要找一些去貝的 其實也蠻多的 在這裡 我們找 剛剛是找向量的 這下面還有 還有還有 我找 這個 這裡有 PSD的 如果你會Photoshop的 PSD的就是有 包含圖層的 有包含圖層的 像這裡也是 有沒有 PSD的收信運行 這些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麼這一個呢 OpenClip Up 比較接近我們那個 微軟的 那個叫做 美工服務 那種感覺 好 所以你點這個 直接進到它的網站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介紹的齁 但是它的網址在這邊 我把它打開齁 好 它這裡面的東西都是區配好的 都是區配好的 好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比如說 像 你看這裡有蝴蝶的 點一下 它可以下載兩種格式 一種呢就是什麼 TNG 點證的 一種是向量的 向量就放大摄像不思真 所以如果我要這個TNG 你可以直接就download 看哪一種格式 你要比較大張的 比如說你可能要拿去印刷的 你就可以找比較大張的 甚至你可以直接指定我的什麼 寬度就好 也就是說 我今天要4000 像素這麼大的 你給我按下去 它就給你4000像素了 這樣了解 因為它是向量的嘛 那假設我就先用一般的 它把它叫進來 把它儲存下來 download 然後 OK 這個下載完了 我們如果把它拿到我們 威力導演影片 或者簡報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要點到這邊 下載 有有在這裡 進來 把它拿到這邊 請問有沒有去備好了 這樣不是很好用嗎 那你又沒有版權上的問題 下載了齁 好